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最近熱衷於露營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後面的全部滿滿的都是露營用的東西 然後我今天想要來 跟各位大家來開箱一個東西 其實我最近還滿喜歡玩一款 就是PUBG 然後就是絕地求生的手機版本 然後之前我也曾經開過直播 跟大家投樂樂過嘛 然後我今天想要來開箱一個特別的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說實在 跟戰爭有點關係啦 就是日本的軍糧 對 我也終於要開始來開箱軍糧了 而且它有標榜說這個軍糧是實際有在使用的 就是日本軍糧 智慧隊他們真的有在使用 然後就是這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戰鬥糧食 二型 而且它這個我買了一整箱 裡面有超多包 而且不要看它一整箱 它裡面每一個的口味都不一樣 像是比如說這一個 它說這個是名古屋的牛丼 還有像這個也是名古屋的Winna Kale 就是那種熱狗咖哩 它的包裝外觀雖然看起來都一樣 不過它的其實內容物完全不一樣 這裡面大概有10包吧 還有這個控肉 控肉的版本也有 這箱裡面真的真的有非常多的口味 然後我今天就想要來實際的吃這個戰鬥糧子 軍糧給大家看看 然後我目前因為一個人食量有限 所以我可能今天會吃兩種不同口味的軍糧 然後剩下的我就會留下來慢慢把它吃掉 而且這樣摸起來的感覺 有一點厚度的感覺 我覺得裡面的料應該是還滿真材實料的 而且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包裝 它這邊 首先上面這邊有寫說這個是戰鬥糧食的二型 然後這邊下面也有寫說 這個是實際的在日本的各個住地 實際上有使用的一個東西 然後後面有教你怎麼樣製作 像是如果是要隔水加熱的話 是需要加熱大概20到30分鐘 25到30分鐘 還滿長的耶 而且它這邊還有寫說 這個是因為是實際的智慧店有在使用 所以它裡面的包裝非常非常的強潤 所以如果要開的話可能要用刀子去把它切開 然後要注意安全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看看啊 我先來決定一下我今天要吃哪兩種口味好了 首先剛剛對那個 焢肉 ラフキ丼の素 這個還滿有興趣的 然後我想要來吃吃看這一個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耶 哇 這看起來也很好吃 這個也列入好了 然後還有雞肉 雞肉的番茄煮 焼鳥丼也有 這個太特別了 這個也要拿出來 好 經過我的割舍之後呢 我決定選擇這兩種口味來吃 首先是這一個 名古屋的刺蟲滷牛筋跟烤雞肉丼 對 我今天決定要吃這兩個 然後我們就先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吧 對 然後我們打開來之後呢 它裡面其實滿簡單的 就首先呢 裡面有一個木製的湯匙 然後裡面就有兩包這個 一個呢 首先一個是白飯 你這個如果你要微波爐也可以 可是因為你在野外你不是都有微波爐嘛 然後所以說你也可以直接放熱水在下面煮它 然後要煮20分鐘 然後另外這個也是要加用熱水來煮 而且它 我現在才看到 它說你可以把它放在這裡面 把它放在這裡面 直接拿去煮個20分鐘它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實際的去煮煮看吧 然後飯的上面有寫說 如果你是要用微波爐的話 你是比如說500瓦 你要2分多鐘左右吧 然後如果你是要用隔水加熱的話 你首先你要把這個撕開來 撕開 撕掉了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水放在下面煮它 然後煮20分鐘 他說這個是已經有測試過的 這個直接這樣加熱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還滿特別的 它居然是可以放在這個袋子裡面煮 我就這樣放下去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去放在水裡面 給它煮個25到30分鐘吧 哇 這個 怎麼那麼難開啊 跟它包裝上面講的一樣呢 因為它就是野外求生用 所以它可能會比較稍微的頑固一點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露營用的小刀 我們就先切個洞 讓它熱氣能夠跑出來就好 然後這個刀具用完要把它收好 所以這是要養成好習慣 不然這樣把它暴露在外面是很容易有危險的 我們就把它收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把這兩包拿去煮 煮個25到30分鐘囉 OK OK 把它拋進去 OK 好 我們現在大概過了30分鐘左右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準備拿起來囉 它其實還滿燙的 要小心 其實我比較care的是這個飯這樣煮 我真的還滿燙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的 總之 好燙 小心… 好 我們現在把飯這個撕掉 我看看 有啦…它這個 我剛才有洗過手 所以我這樣摸的話呢 其實它是微溫 然後帶點燙的感覺 原本就是我們一開始不要撕開來 就整包就直接丟到水裡面去煮 會不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剛才想有故意到說 這個裡面還有這個餐具的部分 OK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餐具 它的餐具就是木製的 然後薄薄的一片 其實它裡面是有熱的 大家看得出來嗎 它其實是有在冒煙的 對 先來吃這一個赤味噌煮牛筋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煮了半小時 我現在它應該也透了 燙… 我剛才把它拿著這樣 它旁邊實在是太燙了 好 那我們就把它倒在這上面看看吧 你看看 赤味噌滷牛筋啊 各位 它真的很真材實料耶 它香味非常的夠耶 而且現在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熱度嘛 所以基本上這樣是可以煮透的 沒有問題 來 我們來吃一點 配著飯一起 いただきます 小心燙 天啊 好好吃喔 它的牛筋很軟 它飯也是有透的 日本的這種加熱飯真的都很厲害 來 各位 牛筋 牛筋烏飯 我覺得這應該可以叫做牛筋烏飯吧 真的很好吃耶 它裡面除了牛筋 這個應該是蒟蒻 總之它很下飯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雖然說它叫做戰爭的糧食 可是我覺得就算去露營之前 帶個這個去也非常的不錯 你只要煮一鍋水 你就把它丟進去煮就好了 下次露營可以考慮在這個去喔 大吉大利 晚上吃雞 對 最近呢 因為我都偶爾會玩一下那個PUBGM嘛 我真的覺得如果它跟朋友一起玩 真的非常有意思 多少會回憶起一點那種 當兵時期的生活 然後再吃一下 我現在在吃這個軍糧 真的是 真的是還滿有共鳴的感覺啦 跟各位大家來稍微介紹一下 今天想要讓大家知道的 絕地求生PUBG 手機版本PUBGM的一個簡單的介紹囉 他們最近有釋出一個 非常非常強大的更新 除了畫質整個更上一層樓之外 還多了非常多的元素在裡面喔 這一次是PUBGM的2.0版本 全新版本也是代表重生的意思 然後就可以讓你透過這個版本 進入絕地海島2.0的改版 除了美術跟建模更加的優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更加精細之外 而且遊戲最大的幀數從60提升到90喔 而且操作機面上也更加的順手 更加的人性化 讓你在操作的時候 不會再碰到手忙腳亂的情形喔 而且在全新的畫面表現天空 地表 海水等等 都已經全面的更新 而且畫面更加的真實而且細膩 另外全新賽季也已經上線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跟著我一起進入 絕地求生享受吃雞的快感吧 接下來是這一個燒鳥洞 要我們先把飯打開 好 我也讓那個不要它跑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先挖掉一半的白飯 究竟燒鳥洞會是什麼樣子呢 好水喔 料出來了 它肉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小一點點 對 然後大概 然後大概長的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料的部分 說有肉的話裡面的確也是有肉的啦 像這樣 這也是有一個稍微大塊 大塊一點的雞肉有沒有 不過重點還是味道 我們來試試看看吧 いただきます 它雞肉好香喔 它雞肉味道還滿濃的耶 其實 哇 飯配上它這個湯汁整個超下飯 好好吃喔 之前有看到人家說那種菌糧啊 多好吃… 其實我都並不是很相信的 不過真的實際吃過之後 它真的還滿好吃的 重點是它加熱很方便 就你把它丟到水裡面煮就好了 可是它可能原本就是設計要讓你下飯 所以它味道是比較 口味都會偏比較重一點 所以它的鹹味也是會比一般的料理來講 稍微鹹一點 可是就很夠味 可能牛筋也是沒話說 哇 想不到日本菌糧這麼好吃啊 哇 吃飽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次實際的試吃日本的菌糧 然後並且還有就是我實際的玩一些遊戲的畫面 然後它們這次2.0呢 因為我是從它們上一個版本其實就有在玩了 然後這次2.0版本真的一進去畫面的時候 哇 有點小驚豔 它那個整個建模跟地圖的呈現的效果 跟上一個版本比起來真的是非常的進步 而且怎麼講呢 就是畫面更加真的玩起來又更加的有快感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去下載絕地求生的這個遊戲 讓我們一起在線上吃雞吧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也把它的相關連結 也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大家有興趣也趕快去下載 趕快來玩玩看 跟著我一起絕地求生 跟著我一起吃雞吧 好啦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Bye Bye